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开始这门课程 我们这门课程的名称叫合力膳食与食品安全 合力膳食与食品安全都是直接跟我们的身体健康关系非常密切的 那么从题目上大家也知道它是分为两个部分 那么食物营养和人体健康的关系 如果我们用这么一张图来给大家看一下的话 我们一部分我们是我们的合理营养 我们的合理膳食 那么它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 如果你吃的不合理 那么导致营养过剩或者营养不良 那么它将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 那么当然有害因素 它有可能进入人体以后 引起急性中毒、慢性中毒 以及致癌、致肌、致突变等等 这些有毒有害的这种作用 那么我们日常所摄取的食物 到底吃了这个食物对我们人体是有利还是有害 那要看着营养和食品安全两方面的一个平衡 一个权衡 我们一共12讲 今天我们开始第一讲是关于宏量营养素和能量 好 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营养学的几个基本的概念 首先什么是营养 我们天天在这里包括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大家都会提营养 那么营养它是集体摄取食物 经过消化、吸收、代谢和排泄 利用食物中的营养素和其他对身体有益的成分 构建组织器官 调节各种生理功能 维持正常生长发育和方便保健的过程 那么这里过程两个字 我用红颜色给打出来了 那么我们说营养它最终落到的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老百姓都讲说这个食物有营养 那个食物没营养 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 那么我们说营养是一个过程 那么至于所说的有营养没营养 那么应该是下一个概念 就是营养素的概念 那么它是集体为了维持生存 生长发育体力活动和健康 以食物的形式摄入的一些需要的一些物质 那么这些物质含量的高低 我们说营养素含量高了 我们就说这个食物营养价值好 如果它含量低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食物营养价值不好 那么我们一日三餐摄取食物 我们说获取的营养素呢 我们一般分为六大类 一个是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含物 这前面的三种呢 我们说呢 它是需要量比较大的 进入人体以后 是这个提供能量 提供热能的 那么同时呢 由于它的量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也称它为红量营养素 称它为红量营养素 那么相对应的维生素和无基盐 那么我们呢 就称它为微量营养素 因为它需求呢 相对要少一些 那么维生素呢 我们说又分为水龙性维生素 和脂龙性维生素 那么脂龙性维生素 包括维生素A 维生素D 维生素E 和维生素K 而水龙性维生素呢 包括B族维生素 和维生素C 那么宽物质的话呢 或者说无基盐的话呢 根据它在人体当中 含量的高低 我们分为红量元素 和微量元素 如果在人体当中 含量大于0.01%的 我们就称它为红量元素 比如像钙 酶 等等 那么像微量元素的话呢 就是在体内含量 小于0.01%的 我们称它为微量元素 像铅 铁 锡 等等 那么另外在我们日常 所摄入的食物当中 还有一大类的成分呢 我们称它为所谓的植物化学物 现在有的教材哈 索性就叫食物的活性成分 有些所谓的生物活性成分 那么这一些的话呢 它很难归到营养素里面 但是近些年来 在医学 在营养学当中呢 研究非常热 比如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大豆义荒铜啊 这个人参照代啊 等等这一些 那么和人体健康的这个关系 好 这是讲到 讲到营养素 那么第三个概念 我们看一下营养学 营养学呢 是研究膳食 营养素 及其他食物成分 对健康影响的科学 那么在我们国内呢 有一本叫 中国营养科学全书 是这个中国营养学会 所主编的 那么营养学呢 是研究食物中 对人体有益的成分 及人体摄取和利用这些成分 增进健康的科学 在这本书当中给的定义 那么也就是说 我只要是研究的 有益的成分的 那么就输于营养学的研究内容 那么第四呢 我想介绍一组概念 那么这一组呢 统称为呢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 参考摄入量 也就是说 我们营养素 对我们人体健康这么重要 我们一天到底该吃多少 那么这个呢 中国营养学会 包括每个国家的营养学会 都会向自己国家的居民提出一个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 简称呢 叫DIS 那么它这里面呢 有四个概念 一个呢 我们称它为平均需要量 也就是说 是指的母一特定性别 年龄 及生理状况群体中 对母营养素需要量的平均数 也就是说 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 尽管我们年龄相仿 就算我们同一个性别的这个男生或者女生 可能你对母一种样式的需求 你的和我的不一样 那么这一个平均数 就是这一个平均需要量 那么第二个概念呢 是叫推荐摄入量 它呢 是满足母一特定性别 年龄 及生理状况群体中 绝大多数 个体需要的这一个数字 那么一般来讲 前面我们讲的这个EAR的话呢 就平均需要量 在这个统计学上的话 一般它是符合Person分布 符合正态分布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个正态分布的话呢 那么RNI 也就是推荐摄入量的话呢 我们是满足绝大多数 我们一般指的是 至少满足97.5%的人的 那么用个公式来表示的话呢 如果这个在统计学上的话呢 它这个公式呢 就是RNI呢 是等于EAR加两个标准差 也就是说 在了解了一个群体的EAR以后 我就可以根据这个公式来推算RNI 那么大家可能要问了 EAR你又怎么知道 那么EAR呢 是经过大量的科研 大量的研究所获得的 那么如果有的营养素 我没有足够的证据 我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获取 来知道这个EAR 那么我这个时候怎么向人群推荐说 你该吃多少营养素 那么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引出第三个概念呢 就是叫这个 失业摄入量 那么它呢 就是我找这么一组人 它是健康的 那么我通过观察 或者试验 获得的健康人群 目中营养素的摄入量 我们就称它为AI值 也就是说 我建议其他人 也来吃这么多 那么来满足人体的需要 它呢 几乎是可以满足 人这个人群当中 所有个体的需要的 那么它的准确性 肯定没有RNI 那么准确 同时呢 它往往比RNI要来的大 但是呢 它也可以作为个体的 营养素的一个摄入目标 在我们日常的宣传 在我们日常的营养工作当中 说让这个群体说 你的营养素该吃到多少多少 那么和RNI一样 都可以作为摄入量的一个目标 那么大家再想一下 我们营养素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 也不是的 所以呢 也要有一个上限值 也就是叫可耐受最高摄入量 我们简称叫UR 那么UR呢 它是指的平均每日可以摄入 该营养素的最高量 那么在这个量的情况下 似乎呢 这个大部分或者所有的客体呢 它是不会引起有害作用的 那么只要我再高吃的高一点 那么可能就出现有毒反应了 这个呢就是说是指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 好 前面我们讲了2000版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就有的四个概念 在2014年6月 中国营养学会重新颁布了 新一版的 也就是2013版的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在新版当中 加了三个新的概念 首先第一个呢 叫红量营养素可接受范围 简称AMDR AMDR它是指脂肪 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理想的摄入量范围 该范围可以提供人体 对这些必须营养素的需要 并且有利于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常常用占能量摄入量百分比来表示的 它的特点是具有上限和下限 如果一个个体的摄入量高于或者低于推荐的范围 可能引起罹患慢性病的风险增加 或者导致必须营养素缺乏的可能性增加 其实在我们以往的推荐当中呢 有的也用这种可接受范围来表示 比如脂肪我们说占总能量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也是这样一个范围 不过在新版当中呢 它给的更加细致一些 包括了一些必须脂肪酸摄入量范围是多少啊等等 那么第二个概念呢 是叫预防非传染性慢性病的建议摄入量 最终的简写呢 是简称为PI 那么PI它是以非传染性慢性病的一级预防为目标 提出的必须营养素的每日摄入量 当营养相关的慢性病 以感人群母线营养素的摄入量接近 或者达到PI时 可以降低他们的发生非传染性慢性病的风险性 可能仅仅这样讲呢 大家不一定理解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呢 就是维生素C 我们说维生素C 我们以往RNI是100毫克 那么这次它所制定的PI值呢 是200毫克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那些农业患非传染性慢性病的这些人群来讲呢 你可以维生素C吃到200毫克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可以给它一个更高的建议值 当然钠的话呢 这次呢也给了PI值 它是一个更加低的一个数值 那么第三个概念呢 就是特定建议值 简称叫SPR 研究证明 营养素以外的某些膳食成分 其中多数属于植物化学物 具有改善人体生理功能 预防慢性疾病的生物学作用 那么SPR呢 就是针对这些植物化学物的 它是指呢 某些疾病易感人群膳食中 这些成分的摄入量达到或者接近这个建议水平时 有利于维护人体健康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PI和SPR 它主要是针对一些慢性疾病的易感人群来进行制定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具体的营养素 我们讲了今天我们主要是讲红量营养素 首先呢看一下蛋白质 大家都知道我们说生命的本质在于蛋白质 那么蛋白质的话呢 它是构成我们生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 正常成人体内蛋白质的含量大概在16%到19% 并且呢处于不断的更新状态 既有合成又有分解 所以我们也要不断的摄入蛋白质 那么蛋白质呢 对于在营养学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过去甚至说一个国家的营养状况的好坏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蛋白质的营养状况如何 它是头等重要的 那么在这个蛋白质的元素组成而言呢 它是由碳氢氧氮所组成的 尤其是我们人体的蛋元的话 是蛋白质是唯一的蛋元 其他的我们吃的其他东西里面是没有蛋的 那么其元素组成呢 尤其蛋的这个量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大概是在13%到19% 另外当然有一些蛋白质呢 除了碳氢氧氮以外 它可能还会含有一些磷啊 铁啊 点啊 铅啊 猛啊 铜啊 等等 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或者日常工作当中 那么蛋白质的含量怎么做 我们这个生物化学里面 曾经有这个凯氏定氮法 凯氏定氮法 那么凯氏定氮法的测定呢 是测的是什么 含氮量 通过这个含氮量知道以后呢 因为大多数的食物蛋白质的含氮量呢 因为呢 在有的食物当中 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非蛋白质 那么 这种方法是无法区分非蛋白质和蛋白质含氮量的 大家知道三聚氢氨事件 那么三聚氢氨事件 为什么有这一个之说 那么主要是像三聚氢氮 它的含氮量大概在60%以上 所以如果把三聚氢氮加到奶粉当中 我同样用凯氏定氮法来测的含氮量 然后从6.25得到的这个蛋白质的量是不是就高上去了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一种所谓假蛋白的原理 它是蛋白质吗 它不是 它只是一个非蛋白质 所以我们说 这一个测定的方法呢 来推算食品当中含氮量呢 有它一定的缺陷 那么蛋白质的基本单位 大家都知道是氨基酸 氨基酸呢 有一个缩基和一个氨基所组成 当然碳量呢 可能有多有少 其中呢 一个氨基酸的缩基和一个氨基酸的氨基缩和脱水以后 形成什么 太贱 一个蛋白质链 就是有很多的太贱将不同的氨基酸 那么这样 那么不同氨基酸的排列顺序和种类不同 就构成了我们生物界千变万化的蛋白质 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都主要是有这个20种氨基酸的不同顺序和种类所构成 那么在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当中呢 有一些氨基酸 大概有9种人体是不能合成 或者合成速度不能满足机体需要 必须从食物当中直接获得 我们称它为必须氨基酸 就是说这些是不能在体内合成的 必须通过我们食物提供的 那么必须氨基酸呢 主要有斜氨酸 一两氨酸 两氨酸 斑饼氨酸 蛋氨酸 酸氨酸 素氨酸 赖氨酸和祖氨酸 九种必须氨基酸 那么知道了必须氨基酸的定义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个 在我们营养学上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氨基酸模式 什么是氨基酸模式 它是指的 母种蛋白质当中 各种必须氨基酸的比例 各种必须氨基酸的比例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一种食物 它这个比例 越接近我们人体 是不是越好啊 正好吃了之后 该有的氨基酸 必须氨基酸来合成我们人体的 这个蛋白质的时候 正好可以利用 比例正好合适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越接近越好 氨基酸模式 这个氨基酸模式的计算方法呢 是将该种蛋白质中含量 最少的氨基酸含量 作为一 将其他的必须氨基酸 和氨基酸的值呢 去比 那么得到这一组的比值 就是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 那么也就是说 一种食物的蛋白质 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 是由九个数字所组成的 那么其中 氨基酸的一定是一 把氨基酸作为一 那么再看 关于优质蛋白质的 这一个定义 当食物蛋白质氨基酸模式 与人体蛋白质越接近的时候呢 必须氨基酸被机体利用的程度也就越高 所以我们就把这种食物蛋白质 它营养价值比较高的呢 我们称它为这一个优质蛋白质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主要是大豆蛋白和动物蛋白 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限制氨基酸的概念 当母一种食物的蛋白质当中呢 它有一种或者七种必须氨基酸相对含量比较低 导致其他的必须氨基酸在体内不能被充分利用而浪费 造成其蛋白质营养价值降低 这些含量相对降低的这种必须氨基酸呢 我们就称它为限制氨基酸 其中含量最低的那一种就是第一限制氨基酸 大家应该想象得到 我们蛋白质在合成的时候 需要哪一种上去组成态量了 结果它没有了 那么这蛋白质还能合成呢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它是限制氨基酸 那么比如像我们的两股类食物 主要是氨氨酸是第一限制氨基酸 那氨氨酸含量比较低 使得我们植物性的蛋白质 两股类的这个蛋白质呢 营养价值相对偏低 好第三个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及代谢 那么首先呢 我们膳食蛋白质进入胃以后呢 在胃酸的作用下呢 就会变性 那么同时呢 胃当中有胃蛋白酶 大概有10%呢 可以被消化成多态 即少量的氨基酸 那么然后呢 进入小肠以后 在一蛋白酶和 酶蛋白酶的作用下 形成氨基酸 即二态或者三态 那么二态和三态呢 再在相应的 酶酶的作用下呢 这一个 也形成氨基酸 最后呢 由小肠黏膜细胞呢 吸收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我们 内源性的一些组织蛋白质 比如我们口腔黏膜 我们的肠黏膜 胃黏膜脱落 那么也形成一些 内源性的蛋白质 同样的可以 聋到这一个食谜当中 那么参与这个 重复的利用的过程 当然没有被吸收的蛋白质 就有粪便排出 没有被吸收的蛋白质呢 就有粪便排出 那么这当中呢 有一个氮平衡的一个概念 那么什么是氮平衡 氮平衡是指氮的摄入量 和排出量的一个关系 通常采用测试测定蛋的方法 来推算蛋白质的质量 所谓的氮平衡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种关系 或者一种反应式 就是蛋的摄入量和排出量的关系 那么这里呢 B是这一个蛋平衡 I呢是指的摄入蛋 减去这括号里面 统一的都是排出蛋 包括了这一个尿蛋 粪蛋和皮肤蛋的排出 那么所有的这些排出 我们说和这一个摄入的蛋 应该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这种不平衡 那么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们说如果摄入蛋和排出蛋 正好相等的时候 我们称它为零蛋平衡 那么从安全角度 从我们健康出发 我们一般正常人呢 我们希望呢 在零蛋平衡的基础上 有5%的富裕 那么如果摄入蛋 多于排出蛋 我们称它为正蛋平衡 大家想一下 出在生长发育阶段的 儿童青少年 以及孕妇颅母 如果这个时候 他要不是正蛋平衡 这个小孩就谈不上涨 谈不上涨 如果说一个小孩 一直处于负担平衡 还想着让他长个子 那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所以他必须是正蛋平衡 那么如果摄入蛋 小于排出蛋 我们称它为负担平衡 那么负担平衡 一天两天是可以的 如果长此下去 一定对健康带来不利 那么第四个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蛋白质的生理功能 在我们体内 蛋白质到底有哪些生理功能 一个呢 就是它是构成和修复组织的 那么蛋白质是人体组织的构成成分 人体各组织器官呢 无疑不含蛋白质 所以呢 是我们人体整个生长发育组织修复所必须的 这是它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 那么第二个生理功能呢 就是它的调节生理功能 我们的酶 很多激素 核蛋白 免疫蛋白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呢 在我们体内生理功能当中呢 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它的第三个功能呢 是供给热能 那么我们特别强调 供给能量不是蛋白质的主要功能 是它的次要功能 这是我们说蛋白质的生理功能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输蛋白质营养价值的高低 用什么来评价 就是什么 哪种食物蛋白质营养价值好 或者营养价值不好 首先第一个我们考虑的是蛋白质的含量 我不知道大家概念当中 我们所吃的普通食物当中 蛋白质含量最高的 应该是哪个食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有很多人会答 回答鸡蛋 或者鱼或者肉 实际上我们说 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大豆类 大豆类含蛋白质是最高的 那么它的含量 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它是用含蛋量乘6.25获得 那么大家再想一下 一种食物蛋白质尽管很高 但是它摄露以后根本不消化 所以粪便排出了 那么这也不能说它蛋白质营养价值高 所以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考虑的就是食物蛋白质的消化率 那么食物蛋白质消化率呢 它是反映蛋白质在消化道内被分解和吸收的程度的指标 那么这中间呢有两个 一个呢我们称它为真消化率 一个称为表观消化率 那么分子母全是食物蛋 也就是我摄露的蛋 那么分子呢 我们就应该说是吸收的蛋 对吧 那么吸收的蛋到底上 等于什么 等于食物蛋减去粪蛋 但是粪蛋当中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全食物没有吸收的蛋呢 也不是 还有我们肠道的一些粘盟的脱落 还有呢 细菌 一些细菌的死亡 等等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称它为分代谢蛋 或者叫分内缘蛋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我真正的吸收蛋 应该等于食物蛋减去分蛋 括号当中分蛋减掉分代谢蛋 这一部分才是真正的吸收蛋 然后除食物蛋 得到我们称为真消化率 那么分代谢蛋往往呢 做测起来非常麻烦 它是需要一个人至少三天 不要吃蛋白质 然后再测他的蛋的排出量 分蛋的量来看 那么考虑这一部分呢 和食物的 没吸收的蛋的话 比的话 它的值是比较小的 所以如果我不考虑这一部分 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表观消化率 表观消化率 我们通常情况下 如果只说蛋白质的消化率 就是指的表观消化率 那么大家在想 我吃了吸收了 但是能不能被我们人体利用 那么如果一个蛋白质 我吸收的再多 但是在体内根本没利用 所以你要排出来了 那这种食物的营养价值 我们说也不能算高 所以第三个我们要考虑的 就是食物蛋白质的利用率问题 它的利用率问题 那么它是指食物蛋白质被消化 吸收后在体内被利用的程度 是食物蛋白质营养 评价常用的生物学方法 那么它的公式呢 就是等于储流蛋 也就是说储存在体内的蛋 去除吸收蛋 去除吸收蛋 那么这中间呢 我们说吸收蛋等于食物蛋 减去括号分蛋 减分代谢蛋 那么储流蛋呢 等于吸收蛋 减去括号当中尿蛋 减尿内源蛋 那么尿内源蛋的意思 和分内源蛋的意思呢 有它相似的地方 主要是也是一个人 一点蛋白质不吃的情况下 由尿当中排出来的蛋量 这是蛋白质的利用率 那么蛋白质的利用率 大家想一想 它应该取决于什么 其实我们前面在讲 优质蛋白质等等的时候 已经提过 我们食物蛋白质 氨基酸的模式 越接近于我们人体 它是不是越好啊 那么也就是说 事实上蛋白质的利用率 它是取决于 这个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的 氨基酸模式 越接近于人体 它的生物学价值就高 另外一个食物利用率的指标呢 是叫蛋白质功效比值 它是指用出于生长阶段的幼年动物 我们一般是用钢断鲁的胸性大白鼠 用含10%被测蛋白质饲料 喂养28天 其体重增加和摄入蛋白质的量的比值 来反映蛋白质的营养价值的指标 主要被用于评价 婴幼儿食品当中蛋白质的评价 那么它的公式呢 就是用动物的体重增加的克数 去除摄入的蛋白质的克数 那么由于不同试验室 不同动物的批刷 这一个值可以相差很大 所以在一般做这个试验的时候呢 都会设一个参考蛋白 那么是用参考蛋白的时候 也同样这样做一个功效比值 然后呢 真正的被测蛋白质的功效比值呢 等于试验组的功效比值 去除对照组的功效比值 乘2.5 这样呢 便于不同试验室之间的比较 那么再一个定义呢 就是关于蛋白质互补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 不同的食物蛋白质 由于限制氨基酸的不同 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 如果我将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食物蛋白质 混合起来吃 那么其中所含有的 必须氨基酸取长不短 相互补充 达到焦耗的比例 从而提高蛋白质利用率的这种作用 我们称它为蛋白质互补作用 所以我们说豆子和粮食 粮骨类一起吃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八宝饭 其中很多的种类的五骨扎粮 把它放在一起吃 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比如这张表 我们单独的小麦 生物学价值只有67 大米57 大豆64 豌豆48 玉米60 牛肉干76 如果我经过一定的混合的话 混合的好 大家可以看 可以高达提高的89 生物学价值 所以我们说这种作用呢 就是蛋白质的这个互补作用 那么蛋白质要想充分发挥 蛋白质互补作用的遵循的原则呢 一个呢就是将食物的生物学种属越远越好 比如我两股类和肉混在一起吃 越远越好 你不要说我大米和小麦混起来 其实它的限制氨酸还都是赖亚酸 对不对 那么种属相差越远越好 第二呢就是搭配的种类越多越好 种类你五骨扎粮越多越好 另外 使用的时间越近越好 最好是同时使用 你别说我早上吃了豆子 晚上吃了大米 说指望他俩再进去去互补 这种可能性不大 我们说时间呢 最好是同时使用 好 第七个方面 就是关于蛋白质的需要量 到底需要多少 我们看中国居民膳食蛋白质 推荐的摄入量 RNA值 这里呢我给大家列了 2000年版以及2013版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数值的推荐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 新版的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是都是有所降低的 比如轻体力劳动成年人的话 原来男性是每天75克女性65克 而2013版呢改为了男性65克女性呢55克 那么后面包括重体力劳动重体力劳动都也都有所降低 但是大家看到 在孕妇和卢母的增加量上 由于正常成年女性本来的推荐量 从原来的65降低到了这个55 尤其在这个孕晚期和这个卢母的话呢 它的增加量呢比以前有所增加 那么再看蛋白质的食物来源 我们说大家很容易理解的就是 它是植物性的来源和动物性的来源两大部分 那么两股类呢大概在10%左右 其中干豆类可以高达20%到40% 鱼类呢大概在15%到20% 那么其中我们前面讲了动物性蛋白质和豆类蛋白质 我们统称为这一个优质蛋白质 占总量的30%到50%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弘量营养素质类 质类呢我们包括了这个脂肪和内质 我们通常我们日常所说的脂肪就是指的 就是说提到脂肪往往直指的这一种 就是真正的这个中性脂肪 那么脂肪的话呢又称为干U三质 内质呢主要包括了磷子和固醇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脂肪及其功能 那么干U三质呢也称脂肪或者中性脂肪 它每个脂肪分子呢是有一个干U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化合而成的 那么来自动物性食物的干U三质 由于碳链肠饱和程度高 龙点高 常常在常温下是固态的 我们称它为脂 而植物性油脂呢是这一个不饱和程度高 龙点呢也比较低 通常常温下称为液态 我们称它为油 也就是我们的喷条用油 那么谈到生理功能 我们先看一下体内脂肪的生理功能 我们并不是越瘦越好啊 因为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呢 弹脂色变啊 我们说人体内的干U三质 主要分布在腹腔皮下及肌肉下位之间 它的功能呢包括储存和提供能量 第二呢保温和润滑的作用 尤其我们大网膜的脂肪 对于维持我们内脏器官的稳固性啊 这种润滑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另外呢就是节约蛋白质的作用 呃我们前面讲了蛋白质的主要生理功能 不应该是提供能量啊 当你这一个蛋白质 如果能量不足的话 它可能呢 这一个动用脂肪来提供能量 这样呢使得蛋白质发挥更重要的 其他的生理功能 另外呢它也是集体的构成成分 另外现在近些年来医院医学上发现了一些脂肪组织的内分泌有作用 比如一些细胞因子啊 盐性细胞因子啊等等 包括肿瘤氨磁磁了啊 这个质量素了啊等等 这一些呢近些年来呢 研究也都非常热 那么我们膳食当中的脂肪有什么作用 大家尽管说我现在我想尤其是我们女生恐怕看到肥肉更是逼而远之啊 首先我们说脂肪的话 它是起到增加饱腹感的作用的 如果你这顿吃的比较油腻 你可能中午吃的比较油腻 晚上不饿 如果中午你一点油睡没有 下午三四点钟四五点钟糟糟的就会饿 它增加饱腹感 另外呢 改善食物品的感官性状 如果让你一星期不吃油你试试看 你会觉得这个食物真的没味的啊 那么另外呢 它可以提供脂胸性维生素啊 尤其是我们一些植物油当中会农结油一些脂胸性维生素的 那么呃脂肪它是有甘油和三个脂肪酸分子所组成的 那么从脂肪酸的分类来讲呢 这是它的基本的结构是啊 就是一个碳一丁的碳两价最后的一个缩基 一端是缩基一端呢是甲基 那么脂肪酸的分类 那碳链的长短 我们可以分为长链脂肪酸 中链脂肪酸和短链脂肪酸 长链呢是指的14到24碳 那么中链呢是指的8到12碳 短链是指的6碳以下 那么按它的饱和程度来分呢 我们分为饱和脂肪酸 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单不饱和脂肪酸是指的碳链当中有一个不饱和的双剑 那么多不饱和脂肪酸呢是指的含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不饱和双剑 另外呢按脂肪酸的空间结构来分的话 我们可以分为顺势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那么我们自然界当中所存在的主要是顺势脂肪酸 那么将不饱和脂肪酸的不饱和双剑 与氢结合变成饱和剑 随着饱和程度的增加油力呢 可由液态变为固态 这一过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轻化 现在在社会上都大家应该听说过一个词叫轻化植物油 轻化植物油那么是一个轻化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轻化的过程当中呢 会形成大量的反式脂肪酸 形成大量反式脂肪酸 而反式脂肪酸呢可以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从而增加冠险病的风险 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提出呢 为了增进心血管健康 应该尽量控制膳食当中的反式脂肪酸 最大摄取量不超过总能量的1% 尤其我们现在应该少吃加工食品 大家不信你们去看一些加工制品的 食品的标签上在配料当中都写有轻化植物油 按双价位置 我们可以又可以分为 把脂肪酸分为奥米加3奥米加6奥米加9系列的脂肪酸 那么也称为N6N3和N9系的多不包合脂肪酸 它是从这个第一个双键出现在甲基的几个碳原子 我们就称它为是奥米加9 那么油酸的表达式呢 比如是这个18比1 那么奥米加9 也就是说油酸属于奥米加9系列 含有一个双键的单不包合脂肪酸 而亚油酸呢是18碳2锡酸奥米加6系列 含有两个双键的多不包合脂肪酸 那么所谓必须脂肪酸的概念和氨基酸 你把它推过来啊就可以 那么它是人体不可缺少 自身又不能合成 必须通过食物所供给的脂肪酸 那么N6系列的亚油酸和N3系列的阿法亚蠻酸呢 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两种脂肪酸 那么必须脂肪酸的功能呢 包括它是磷脂的重要组成成分 亚油酸呢是合成前列腺素的前提 参与生物合成类二十碗酸物质 参与胆固醇的代谢等等 所以必须脂肪酸在我们人体的生理功能当中呢 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的 那么当然必须脂肪酸呢 也不是多多益善 因为大家知道必须脂肪酸都是属于多不保合脂肪酸 不保合件越多 这种化学物质的稳定性就越差 就越容易被氧化形成一些过氧化物质等等 那么这些过氧化物质对人体健康呢 也是不利的 那么至于其他的多不保合脂肪酸 比如N3N6系列的 大家尤其是N3系列的20碳5细酸 EPA和22碳6细酸DHA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鱼油的最主要的成分 所以现在鱼油在市场上都是作为保健食品在卖的 那么这两者呢 它在人体当中呢 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尽管它可以由α亚蛮酸合成而来 在体内合成 但是合成速度非常慢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呢 最好能从食物当中来直接获取这些脂肪酸 那么除了中性脂肪以外 我们说其他的类质啊 那么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那么尤其是最重要的磷脂的问题 那么磷脂的话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细胞膜和所有的 我们体内的膜状结构啊 有一层磷脂分子 对不对 使得它有双所谓的这个既有清水性又有清脂性 那么使得我们体内的一些营养物质 可以跨膜转移啊 等等的一个主要的分子 它有双重特性 那么磷脂的话呢 按它结构成分 组成结构呢 可以分为两类 一个呢 是这个磷酸甘油脂 还有呢 就是这个生精窍磷脂 是膜结构的重要磷脂 它因为卵磷脂呢 并存在于这一个细胞膜的外侧 在细胞膜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转换当中呢 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磷脂的功能 同样 它分解以后 脱去磷以后 就是普通的脂肪酸 那么它也可以提供能量 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 前面已经讲了 那么另外呢 作为乳化剂 使得脂肪呢 在悬浮在体液当中 有利于它的吸收 转运和代谢 所以它在食品工业界呢 也作为乳化剂 另外磷脂就有改善心血管疾病的 这种作用 那么预防动脉中央硬化 也改善身心系统的一些功能啊 等等 另外固醇的话呢 主要的就是胆固醇 大家听到最多的 那么胆固醇呢 现在呢 因为它在体内也可以合成 也可以从我们食物当中呢 获取一部分 那么胆固醇广泛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 那么主要在肝脏肾脏 筋内脏等等内脏和蛋内的蛋黄当中 含量比较高 长期过量的摄露呢 可以导致胆固醇高血症的这一种出现 那么关于脂类的参考摄露量的话呢 那么它的食物来源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动物性的主要是饱和脂肪酸 当然鱼油除外 那么植物性的主要是多不饱和脂肪酸 同时呢 像橄榄油 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 那么植物脂肪当中呢 一般是不含胆固醇的 胆固醇呢主要是来自于动物性的这个脂肪 另外呢 像这些深海鱼油当中含有EPA和DHA 植物油当中呢 还有呢像这个普遍含有亚游酸 豆油和紫苏紫油 亚麻紫油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 也是相对比较高 那么至于这个磷脂的话呢 主要来自蛋黄肝脏 大豆麦拍和花生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老百姓都传的说蛋黄不能吃 因为蛋黄当中胆固醇含量特别高 是会升高胆固醇 但是我们从营养学上 我们从来不说让你一点蛋黄不吃 那么蛋黄当中 当然胆固醇确实偏高 但是磷脂还也是比较多的 那二磷脂呢还降胆固醇呢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一个成年人 一天一个鸡蛋是完全可以的啊 完全是可以的 那么蛋黄醇的丰富的时候 主要是一些动物内脏当中 那么至于供给量的话呢 由于脂类的摄入过多 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的 危险性的增加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都是在提一个控制啊 应该控制在 像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呢 是在20%到30%的总能量的摄入范围之内 不要太多 那么现在事实上呢 很多的大城市地区呢 可能超过30%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中国居民膳食脂肪酸的参考摄入量 这是2013版DIS先加的 原来2000版只是对脂肪笼统的一个推荐 没有具体的脂肪酸 那么新版的DIS的话呢 它对于亚犹酸阿发亚麻酸 以及20坦5C酸和22坦6C酸 也就是EPA和DHA呢 做了具体的规定 从这个 我们 我这里呢 只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关于成人的 至于英勇儿儿童青少年的 也有 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显示了 成年人的话呢 亚犹酸的AI值呢 是给的 都是按总能量的百分比给的 是4.0 基本上所有的包括孕妇卢母都是4.0 而阿发亚麻酸呢 占总能量的百分比呢 是0.60 而EPA和DHA 它是以重量给的是每天的毫克数 是都是AI值 只给了孕妇和卢母 都是250毫克每天 括号里面的200是指的什么呢 它是仅仅指的22坦6C酸 也就是说DHA的量呢 建议到200毫克 另外呢 胆固醇的摄入量每天不小 不能够超过300毫克 那么一个鸡蛋黄当中 胆固醇的含量一般在200毫克左右 所以一天一个鸡蛋 那么另外的100毫克是靠其他的食物 那么是可以做到小于300毫克的 那么必须脂肪酸的摄入量 前面已经讲了不少于总能量的3% 另外呢 关于N3N6的比值呢 大概在1比4到6 比较适宜 还有就是 单不饱和 多不饱和和饱和脂肪酸的量呢 在这个1比1比1的比例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碳水化合物 那么碳水化合物呢 我们也称它为糖类 是由氮氧氧氧 三种元素组成的一类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是人类膳食能量的主要的来源 对人类营养呢 有着重要的这个作用 那么从分类上来讲 它可以分为糖 寡糖和多糖 那么糖呢 又分了单糖 双糖和糖醇 那么大家比较见到的 这个见到比较多的 就是后面的这些例子啊 那么寡糖是指的 有三到九个单糖所组成的 那么主要呢 有这个一麦亚低聚寡糖 以及其他的寡糖 比如像麦亚胡金 其他的话像棉子糖 水酥糖 低聚果糖 那么多糖的话呢 是指的分子当中 有大于等于十个的单糖所组成的 比如像淀粉 还有非淀粉多糖 非淀粉多糖 那么这中间呢 淀粉又分了直链淀粉 直链淀粉和变性淀粉 那么非淀粉多糖呢 包括像显微素 半显微素 果胶啊 等等 就是我们所说的膳食显微的一部分 当然啊 一些不必消化的 我们都称为膳食显微 那么关于食物血糖生成指数的概念 简称呢 我们叫生糖指数 它是指餐后不同食物血糖 的耐量 曲线在基线内面积 与标准糖 我们往往是用葡萄糖的 耐量面积之比 那么这里呢 就是公式啊 这是公式 就是母食物在试后两小时 血糖曲线下面积 去除相等量的葡萄糖 在试后两小时 血糖曲线下面积 乘100 用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可能很清楚 我们说有的食物 进去碳水化合物 进入我们体内以后 很快被消化 这个时候呢 血糖硬达就会 什么这一个曲线 就会升高很快 所以餐后两小时的话 它的曲线下面积 就会很大 对不对 而如果有一些食物 它是属于慢消化 比如膳食显微比较高 它的GI值相对低的话呢 那么它这个时候 两三后两小时的 这个面积就会相对低 对吧 那么从医学上角度来讲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血糖 忽然吃完就忽然一下高上去 那么我们呢 是希望呢 血糖相对平稳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低GI值的食物呢 对人体健康是有一定好处的 那么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有哪些 第一呢 就是提供能量 我们说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 是它的主要功能 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类最广泛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那么第二呢 当然除了能量 它也构成组织结构 及生理的活性的一些物质 尤其是一些糖蛋白 包括呢 我们核糖核酸 对吧 里面也有糖 对吧 也是碳水化合物 另外呢 它起到调节血糖的作用 我们吃了血糖就会高上去 不吃血糖可能就会下来 第四呢 就是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的作用 那么刚才前面一个道理 如果你要是这一餐 只吃蛋白质 不吃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干嘛 首先要满足能量的需求 就会这个消耗就供给能量 那么这个所谓抗生酮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当饥饿的时候 人体就会动用体内的脂肪来提供能量 而脂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想要想这个先生成酮铁 然后呢 在有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 才会进到这个三色酸循环里面 被彻底氧化分解 如果缺少碳水化合物 这个时候铜铁就会激菌 那么形成这个高血酮症 那么所以呢 我们说碳水化合物是有这个抗生酮作用的 抗生酮作用 另外呢 就是关于膳食显微 也是碳水化合物的一部分 它是可以促进肠道健康功能的 它有增加饱腹感的作用 促进排便 那么所以一些老年人 如果膳食显微摄入少 那么就很容易发生便秘 那么另外呢 膳食显微也有降低血糖和血胆固醇的作用 还改变肠道的菌群 尽管膳食显微在消化道当中 是不会消化没所分解的 但是它可以被肠道细菌呢 利用发酵 那么产生一些短链脂肪酸等等 那么对人体健康呢 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那么关于碳水化合物的参考摄入量和食物来源 2013版DIS中国营养学会 结合了中国膳食实际和研究进展 建议除了一岁以下的应幼儿外 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 应占膳食总能量的50%到65% 同时制定一岁到十岁 即成人的EAR每天呢是120克 这个是以重量计的 而11岁到17岁青少年是每天150克 关于这个EAR的数值也是2013版当中 先增加的 以往的话只是给了占总能量的 这个推荐的摄入量的范围 而没有具体到这一个EAR 那么也就是说呢 现在有很多人只吃高蛋白啊等等这一些 而不吃碳水化合物的东西 那么在这里呢 也特别强调 就是说它的碳水化合物的EAR 一定要吃到 我们说EAR是平均需要量 你必须最好呢 哪怕是现在有很多都在宣传 少吃主食等等 那么你的碳水化合物也一定要 至少要满足EAR 甚至更高一点的这个水平 那么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 主要有面粉 大米 玉米 土豆 红薯等等 好 讲完了三大热能量养素以后呢 我们最后呢 看一下关于能量的问题 因为我们讲了三大热能量养素 可以提供能量 那么机体将部分能量 以高能磷酸件的形式 也就是ATP的形式呢 一共各种生命所需 另一部分呢 可以用于维持体温向外散发等等 在长期能量摄入不足的情况下 机体将动用 这个组织细胞储存的ATP 以维持正常生理过程当中的 能量的这个消耗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能量的单位 大家都应该知道 可能签卡和签胶 是我们常用的两种单位 签卡呢 是指的 一公斤的纯水的温度 由15度上升到16度 所吸收的能量 我们称它为签卡 那么一胶尔的能量 是指用一牛顿的力 把一公斤物体移动一米 所消耗的能量 我们称为一胶尔的能量 那么这两者之间 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一千卡等于4.184千胶尔 那么目前来讲 两个单位都在缓用 千卡和千胶尔都在缓用 那么这个第二呢 就是看一下产能营养素 及其能量的系数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 三大热能营养素 它到底产多少能 那么这些产能营养素 每克产能营养素体内 氧化产生的能量值 我们称它为能量系数 那么一般呢 我们说一克碳水化合物 是可以产生4千卡的能量 一克脂肪 在体内可以产生9千卡的能量 一克蛋白质呢 也是4千卡的能量 那么在我们日常呢 进到口当中的东西当中呢 除了三大热能营养素以外 乙醇也是可以提供能量的 它一克的乙醇 可以提供7千卡的能量 但是我们特别强调 它除了能量以外 它是没有其他营养素的 我们并不指望 千万不要指望说 我喝酒来提供能量啊 那么我们人体为什么要消耗能量 到底这些能量用于什么了 那么一个呢 我们说呢 就是这个基础代谢的能量消耗 那么首先呢 是这个基础代谢率 它是指每小时 每平方米体表面积 或者每公斤体重 人体基础代谢消耗的能量 其表示单位呢 是每平方米 每小时 千交二 或者千卡 那么基础代谢能量的这个消耗 可以根据体表面积 或者体重和基础代谢率呢 来计算 在一些关于能量的 专门的书籍当中呢 这个都有一些具体的 一些表格或者公式 在这里呢 我就不详细呢 去讲这些公式了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能量消耗在什么地方 除了基础代谢以外 也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干 那么基础代谢照样有 那么在这种情况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体力活动 我们体力活动 那么体力活动呢 是指任何有骨骼肌收缩 引起的导致能量消耗的身体运动 体力活动可以分为工作 家务 体育和娱乐活动等等 那么体力活动 是人体能量消耗的主要因素 也是人体控制能量消耗 保持能量平衡和维持健康的重要的部分 也是不同人之间能量消耗 能量不一样 能量需求不一样的主要因素 比如我们在座的 下了课以后 有的人回宿舍 躺在床上听听音乐 而有的人到操场上 踢上一场足球 那么这两者之间能量消耗就远了去了 相差远了去了 所以呢我们说体力活动是最容易控制的 我们如果减肥 如果控制这个想着能量平衡 最主要的要靠什么 我们的体力活动 靠我们的体力活动 那么第三部分的能量消耗 我们称它为食物热效应 它的定义是指 人体在摄氏过程当中所引起的额外能量消耗 是摄氏后发生的一系列消耗 消化吸收活动 以及营养素和其代谢产物之间相互转化过程所消耗的能量 我们又称它为食物的特殊代理作用 特殊动力作用 其实讲通俗一点 我们吃食物 我们嘴巴要咀嚼食物 我们消化到要分泌 消化到要消化食物 要吸收食物 这一切过程要不要消耗能量 也要消耗能量 也就是我吃食物的额外这一部分消耗 另外呢 除了这一些之外 它也有一部分是以热能的形式散发出来的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叫饥寒交迫 那么越饿了你就会觉得冷吃了 就会觉得暖和 本身呢 它在这个食物特殊动力作用 它一部分是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出来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食物的热效应 那么第四部分呢 就是生长发育等等的能量消耗 那么对于一个孩子来讲 他要生长发育 他要不要消耗能量 他也要额外的消耗能量 对于婴幼儿 儿童 那么孕妇 那么要胎儿的生长发育 卢母要特殊的分泌卢汁 等等这一块 那么 它都有能量消耗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能量消耗 一般来讲 前面的三条 那么对于特殊的人群来讲 就是四条的能量消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2013版能量参考摄入量 18岁成年人 轻体力劳动者 男性呢 是2250千卡每天 女性1800千卡每天 中体力劳动和重体力劳动 随之增加 而50岁以后呢 随着年龄的增加呢 有所降低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2000年18岁轻体力劳动 原来是2400千卡 女性呢 是2100千卡 所以新版的 这个能量的推荐渗入量 是有所降低的 之所以降低呢 也是根据了我们 近年来的科学研究的发展 尤其是有了我们一些 中国人的实验的数据 来降低的 那么再看一下 关于孕妇卢母的问题 那么孕妇卢母 孕中期呢 是增加300千卡 孕晚期呢 增加450千卡 而2000年版的呢 孕妇呢 没有分中晚期 只是统一呢 增加200千卡 卢母是一样的 都是增加500千卡 好 我们再看一下 2013版 先加的一个新概念 我们知道叫AMDR 这些红量营养素的 可接受范围 具体是怎么规定的 关于总碳水化合物 从一岁以后呢 就是占总能量的50% 到65% 而婴儿仍然是以重量 给的半岁以内呢 是60克 6个月到 7到12个月呢 是85克 那么同时呢 考虑到近些年来 大家关于吃加工食品 也就是一些添加糖 包括我们的一些糖果 等等这些糖的问题 那么如果吃的话呢 这里给的建议呢 占总能量 一定要小于10% 总脂肪的 从4岁以后 就是占总能量的百分比呢 是20%到30% 另外关于饱和脂肪酸 我们总讲说 限制饱和脂肪酸 那么到底怎么个限制法 那么这里给的建议呢 若为成人呢 饱和脂肪酸 占总能量的 这个控制在10%以下 而这个儿童青少年呢 是小于8% 而对于婴儿呢 暂时没有制定 关于N6和N3 多不饱和脂肪酸 对成人也制定了一个范围 那么成人 关于N6多不饱和脂肪酸 占总能量的百分比呢 控制在2.5%到9% 而N3多不饱和脂肪酸呢 控制在0.5%到2% 对EPA和DHA 它是以每天的课来表示的 那么是以重量为单位 仍然是以重量为单位 那么成年人的话呢 是控制在0.25%到2.0克 这就是我们新版的DI4 关于红量营养素的 课接收范围的这个情况 好 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就主要是 三大热能养素和能量 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天啊 那是 我赢问你 我赢问你 非常喜欢的 我想再看你 我们来赢问你 我们来赢问你 那是 我赢问你 那么 我赢问你 我赢问你